其实我身后这个道具 就是我们下一个挑战项目将要用到的道具 这个道具 李昌玉博士和董卿评委应该非常熟悉 有请挑战者出场 你好 苗凤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去年罗苗凤来到我们挑战不可能 挑战的就是今天这个项目 但是很遗憾 去年他的挑战没能成功 这已经是挑战者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了 一旦出现任何失误 将会前功尽弃 第五评已经接触到了钢丝 就差最后一步了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没能成功 你开插车做过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开插车救了人 大概是在中午12点钟左右吧 准备去吃饭 所以我听到外面好像说起火了 我也顾不上吃饭 我就马上把插车一开 开到那边去救人 要超过插车的 你救出了多少人 救下来的话一共救了八个人 所以你是苦练了一年 是的 我叫罗苗凤来自安徽安庆 去年很紧张的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的紧张什么 老经验了 忘了自己介绍的台词 今天挑战很难成功 有点悬我觉得 情绪太激动了 经过去年的失败 在家里反思了一年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操作好 我心里一直没有停止 这个一定有信心把这个任务完成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挑战者 进入挑战区域 加油 挑战规则 挑战者 稍后将驾驶叉车 用叉车的叉脚 拖起啤酒瓶 然后 用啤酒瓶盖 将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 整个过程中 他要操控着他的叉车来完成 一共要悬挂五平 而且九平不掉落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一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罗苗凤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 他的第一轮挑战开始 文姬起舞 投悬梁追刺 一血前耻 所以他能挂起来 这本身就很难了 启动就要很平稳的启动 对 男的就是他松开插尺的那一下 啤酒瓶别弹下来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太棒了 这么大的一个撞击力 怎么可能 这个抖动也太大了吧 对我必须要说一下 因为现场的地面不平 所以如果他在运送啤酒瓶的过程中 车辆抖动发生的啤酒瓶掉落 这个我们不算 他在这个顺序先挂两边 慢慢往中间挂 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 李博士 他两边先平衡 先把两边的钢丝压住 压住 别让中间陷得太深 你先放在当中 他就会 对 要趁瓶子摆动 到一定的仰角的时候 把它搁到钢丝上 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 好的 九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关键它还不能影响第一瓶 这是真正的印了那两字好悬 比去年快多了 快多了 速度快 速度比去年快多了 这好长好长 我老觉得第一瓶晃得太厉害了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 已经有三个了 那个盖子上面只能有两个齿能挂在上面 所以它放进去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这个很漂亮 最后一个 去年 他的挑战就是在这一个上 最终没能成功 这次就要挂正中间了 对 正中间的位置 在准备挂上最后一个啤酒瓶时 罗苗凤看到啤酒瓶摆动幅度过大 与叉车接触不太稳定 于是选择将啤酒瓶先放下 调整一下位置 罗苗凤放下以后再一次 把啤酒瓶拖起 对于罗苗凤来讲 它很难啊 它是完全凭视力来找 对 它蛮远的 它其实离瓶子很远 它那个距离挺远的 我是在凭着自己平常练习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凭着视觉来挑战的 我这次一定有信心把这个任务完成 有点遗憾 有一点遗憾 什么情况 脱开的时候很难的 它脱开的时候 弹了一下 对 结果可能另外四只不知道是哪一只掉了 只要一个一掉 其他的都跟着一块 没关系 我们让罗苗凤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挑战 好的 挂到第五瓶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 咯噔了一下 所以很多的原因导致 稍微在后面退一盒的时候 它那个稍微波动了一下 所以那个瓶子就掉得很快的 准备好了 好了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开始 现在挑战者成功地举起了第一瓶啤酒 好的 九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第一瓶 已经稳稳地挂上去了 对 比刚才第一次的时候 要稍微稳定一点 但还是有很大的晃动 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的那个心里 所以我很坚定地 马上开始我的第二次挑战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罗苗凤在第二次挑战时 顺利地将第二第三瓶挂上了钢丝 并且第四瓶也顺利托起 要松开然后在底下 稍微点住 让它稳一下 它顶一会儿 让它震动小一点再松开 哇 好揪心啊这个 还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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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得好揪心 还有最后一个没关系 稳一稳 稳一稳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最后一个了 我不看了啊 我只等着你们胜利的掌声 你们掌声一起 我就知道我可以宣布挑战成功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我还是晃得厉害 只要他那个插尺一离开 五平都在上面 挑战就成功 平稳的 好了 离开了 离开了 三 二 等我 等我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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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罗曼凤 今天不容易啊 五平 我觉得挑战已经成功了 我们把记录往上提一提好不好 我看可以 接着往下来 好不好 好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 现在已经是你的自己的升级 放松啊 现在已经跟挑战无关了 纯属修炼 现在是 很久了 说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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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苗凤已经挑战成功并且把记录提升到了六拼 再次把掌声送给挑战者祝贺你 苗凤现在是什么感受啊 很复杂的 其实我真的很精心地就准备了去年挑战那个项目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呢 电视上不是放了很多选手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夏博渝那个老师 他的那个故事呢真的让我很是感动的 因为他没有双腿 我们至少都这么健全没有理由不去拼搏是吧 而且就是去年其实中间发生的变故很大的 我这只眼睛做了角膜移植了 去年年底做了角膜移植 我是因为深有感触所以才很努力的 这个影响了你的视力吗 影响 我看不到我存在就是靠这个左眼来那个 你说你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是的 这一年当中你心里在想什么 有在想这个事情我的问题错在哪里 我要把错的地方找出来 我的脾气就是哪里跌倒 我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 其实你把所有的这些词都画成等号式挑战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非常有价值 能否进荣誉殿堂 能 能 谢谢谢谢老师 有请罗苗凤走进今天的荣誉殿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鼓励 谢谢谢谢 曾经挑战失败 却不轻言放弃 罗苗凤用用不言败的精神 坚持不懈的练习 终于挑战了不可能 欢迎罗苗凤进入荣誉殿堂 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过很多的挑战者 凭借着人对机械的精准的操控 实现了太多不可能的挑战任务 要见证的一个挑战项目 将是挑战不可能 两季以来 道具耗费最大 搭建时间最久 安全要求最高 视觉呈现最为震撼的一个大型挑战 只有场外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个挑战的需求 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去看一下 出力在现场的钢塔高18米 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 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 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 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共有四台重心挖掘机进行钢篮固定 两台百吨级吊车也处于待命状态 这是挑战不可能第二季开播以来 耗资人力物力最庞大的一次挑战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一重工的昆山基地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挑战者 和他13.5吨的搭档 张师傅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 为大家讲述一下 你要挑战什么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 爬这个18米的铁塔 爬18米的铁塔 挑战规则 挑战者将驾驶重达13.5吨的挖掘机 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 顺着六层铁塔逐层攀爬 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 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至悬空状态 坚持5秒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之下 看看今天的挑战不可能 究竟可不可能 张师傅 祝你好运 我们这些三一重工的吊车起重机 曾经参与过智力矿难的抢救工作 同时还参与了礼约奥运会的场馆搭建工作 这些机器绝对可靠 我们看到张师傅已经出发了 我要用13.5吨的挖机 爬到18米到的铁塔上面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在国内是没有人去尝试的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步 张师傅将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 之后将红色安全销 打入塔体上的圆孔 这是为了确认保证安全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了全功了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 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 就像坐引体向上一样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 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地挂在 标号是1的台阶的凹槽里 张师傅有问题吗 好 距离还不太够 现在大家 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 就能够知道 张师傅 此时此刻 整个挖掘机的机身 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 这个中途失败不是就掉下去了吗 而张师傅 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 一会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 大家看一下我前方 有两段钢柱 这两段钢柱 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 但即便如此 我们看到 完全 钢结构 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 还是断裂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 当张师傅攀爬至第四层时 由于用时过长 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 突然发生断裂 几身险些从塔体翻落 哇 喂 炸停 炸停 清亏有吊车在那 对 不过请各位放心 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 我们为张师傅的挖掘机 换上了全新的钢梁 希望全新的钢梁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我准备脱钩 上第二层 张师傅现在要从一号台阶向二号台阶出发了 他的机械臂现在要够到第三层 固定之后 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排到第二级台阶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不就是这样反复地进行同样的动作吗 看起来好像又没有那么困难 挑战选手张晓成 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你我都是无法衡量的 好 那我准备脱钩 好 那我准备脱钩 好 完全脱钩 随着他的挑战不断进行 他所在的位置 距离地面的高度会越来越高 这对挑战者的心理压力 一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 张师傅必须完全 完全地相信自己的战友 13.5吨的挖掘机 现在屡带再一次踏到了 上一级台阶的平面之上 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 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 放下钢梁 张师傅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张师傅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张师傅必须进入到陶槽里面 好 张师傅鸣笛了 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我现在准备脱钩往第三分爬 出台好了 怎么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 它往后痒了很多 我们在科学技术的保证之下 我们在科学技术的保证之下 还要希望张师傅能有一份好运 我们现在看到他已经全神灌注地在进行挑战 没有时间再和我进行对话 这说明现在确实状况可能比较紧急 这说明现在确实状况可能比较紧急 好 成功脱钩 我感觉这每一层的倾斜角度是不一样的 钢梁究竟能长住多久 张师傅不得而知 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 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 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 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我准备脱钩 第三层成功 有一个摔好像没有卡住了 我知道了 你看 没进去 肖子没进去 这个栓没卡住 红的这个 因为有之前练习过程中的失败阴影 在那里情人长好久在想 我是否继续往上爬 这边的肖子还没打进去 两边都打不出去 上一次就在这一层挂钩当中 保险肖没有打出来 我就最担心的就是 我爬不到顶 我自己在想 我们付出这么多 能不能得到最后 最好的结果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我自己 得往这个 成功方面去想 也不想 没办法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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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来的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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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脱钩了 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收 钢铁锯塔和这个机器 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 张师傅必须尽快地将履带搭到第四级台阶上 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 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 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十米以上了 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四层楼左右的高度 此时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 挖掘机底盆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 它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马 要是注意我脱钩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继续地上行 另外一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两根保护绳 保护绳是晃动的 是松开的 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 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 他告诉我们他还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五级平台 都是第一次 张师傅再次鸣笛 安全地到达第五级平台 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张师傅开始脱钩 在十八米的高度停留五秒钟 好 成功脱钩 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 这个阳脚我看不到 张师傅保证安全 北边没进去 北边没进去 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 北边的销打不进去 误差太大 误差太大 保险销就只是打了一点点 我反复确认 然后也打了好几次 还是没有把保险销打出去 最后一层 最后一个完美的造型 我为什么不加把镜实现它呢 我准备脱钩 张师傅保证安全啊 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 塔顶的卡槽由于误差太大 导致保险销一直没法打入塔体 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胆尝试 最终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完成这项 史无前例的挑战吗 我天使 我的天使 我的天呐 现在应该承受着巨大的力量 因为整个挖掘机是3.5吨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以我目测的角度 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 对吗 张师傅 是的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 5 三 二 成功 漂亮 张师傅 成功了 我成功了 恭喜你 张师傅 张老师好 你好 请问老师好 时间了 16年 挑战的现场 有没有家里人在现场观看的 我挑战的时候 我老婆就接到家里的电话 我父亲因为脑梗病就住院了 后来我老婆就紧急带着孩子 就回来回到家里了 我们掌声欢迎 张晓晨的爱人 大家好 我叫李晶 我是晓晨的爱人 整个的挑战的过程 你们俩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种 内心的一个感受 其实啊 他这次能挑战成功呢 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压力他自己说不出来 让我却能感觉得到 因为我们呢是分居士的 这几回啊 七八天吧 每次回家就看到我女儿长高了 我妈妈总是给我讲她说 你这父亲很不合格 这么多年 我极确是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亏欠 但是今天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功 你是不是也为她感到 是的 我现在能站在这里 我也为她感觉到很骄傲 很自豪 她的今天的一切的荣誉 都是你们给她的 对吧 同时我们都有自己的身体健康要顾 我们有我们的家人也要顾 其实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提出了 要加快装备制造业建设 而这十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想也是因为你们的这样一份努力 才使得我们真正可能实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所以今天对于张小诚 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决定是 能 荣誉殿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的工人机械制造水平 已经在世界明面前了 10年的智力矿难就在现场 中国工人驾驶四百吨重的 其中级救援 是救援现场唯一的亚洲面孔 一年日本福岛发生九级急震 核建栅出现泄漏事故 核反应堆所需注水的超长动车 只有中国企业能够生散 中国企业已经走出了国门 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在跟我们打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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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欢迎您 来 赵蒋蒋 来自江苏许州 不过各位评议老师请原谅 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两个蒋字 但是我也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就是你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 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当时呢我问过我的父母 他说就是怕崇明比较多 说说我起了这个名字 我们这都是一家子的 坐在中间的那位叫董说说 这位叫李寥寥 我叫萨刀刀 挖掘机不是第一次进我们现场了 对 不太一样 对 好像像变形金刚一样 那个小组章 然后到总装 然后到下线调试 然后测试它的性能 相当于战斗机的试飞员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挖掘机司机 其实你是整个挖掘机 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参与者 是的 你们把你的这个岗位定性叫做什么 装配前工 挖掘机装配前工 那你今天来挑战什么项目呢 挖机爬墙 挖机爬墙 就是我开的这台挖掘机 爬到四米的高台上 然后再从四米的高台上下来 有十一吨 十一吨的车爬到四米的高台上 四米基本上相当于一层半楼了 对呀 还得再下来 再下来 是的 因为在今天这个现场 我们没有办法让它完成这个挑战项目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评委 和我们一起去场外 见证挑战项目 欢迎我们的三位评委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我们的挑战者和他的这台特殊的挖掘机 已经做好了准备 稍后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来见证我们正式的挑战 挑战规则 挑战所使用的高台 由钢架和水泥搭建而成 高度为四米 挑战者需要驾驶十一吨的挖掘机 从底部攀爬至水泥墙顶端 之后从另一侧安全下降至地面 挑战过程如在十分钟内完成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两次机会 我现在不太能想象得出来 稍后他会用什么动作爬上去 并且用什么动作能够把这么大的家伙 从四米高的水泥台再安全地撤回地面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就位 好 现在我们的挑战者已经情境到了起点 导演组为了告诉我们这个高台究竟有多高 他们还做了一个一米六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高台的高度 四米 这个台子一共四米 哇 四米高 水泥台高度为四米 挖掘机的机身高度仅为2.7米 挑战难度突破极限 在之前的多次练习中 赵师傅虽然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但是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它两个轮子还可以往外打开 它可以四个轮子分别控制 甚至可以控制六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很大的难度会非常困难 挑战者 如果你做好了准备 可以随时开始 赵老师可以开始了 计时开始 哦 它是倒着爬上去吗 哎呦 现在挖掘机的后轮已经离地了 随着车身倾斜角度的加大 11吨的挖掘机 自重越来越集中在挖斗上 这是考验挑战者 能够成功的关键时刻 哎呦 我这边看 正面看也是斜的 轮胎强大的摩擦力 将地面磨出了一个 深达5厘米的身高 轮胎陷入深沟 出现打滑现象 挑战陷入了僵局 赵师傅将如何面对突发状况 挑战还能顺利进行吗 我还是有点怀疑 挖掘机这个项目 是一个变形金刚的挖掘机 操作起来是 我们难以想象的 轮胎变形木 上鱼了 上鱼了 我们看到现在轮子有点打滑 赵师傅一定要小心驾驶 如此大型的机械 单靠轮胎的摩擦力 是不可能完成挑战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赵师傅必须使用特殊的技巧 才能完成挑战 平均每秒 我的手 要发出 至少要发出两次质量 眼睛呢 还要不停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来判断正确的位置 稍微失误都可能 造成挑战失败 我天 我天 现在蝉斗 肚起来了 还是不要开始用这个蝉斗 我天 我的天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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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很关键 对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 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上下都很困难 他要继续往上 他的蝉斗要计算的位置非常精确 打住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因为一旦 他要改变那个支撑的点 他要改变支撑的地点 万一掉下来了 所以他这个蝉斗是这么滑过来 贴着地面 对 他通过这个叫什么 力矩吗 一个改变 力壁 力壁的改变 对 一点一点的把这一台庞然大物 支撑到了四米高的高度 我们看到赵师傅已经成功的驾驶挖掘机爬上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 他使用的都是日常驾驶里不会使用到的高难度的操作技术 十年的挖掘机驾驶经验能让他顺利地完成接下来的挑战吗 赵师傅加油啊 在剩下的时间里 赵师傅要把他和挖掘机在平稳地从高台的右侧送回地面 我觉得他就是利用缠斗 哇 现在赵师傅将他的操作台调转180度 还没有 他现在是要调整四个轮子的位置 我真的觉得这个车是可以原地掉头的 搞不好 可能会啊 是吧 他四个轮子可以 可以起来 能转 对 然后转这转变 你看 轮子也要 现在他的后轮已经抬起来了 前轮也抬起来了 它是可以调整位置 你看 你看 真的 哇 很明火 所以他真的是可以适应各种不一样的地形 它要变成一个 把四个轮子的位置 调转过来 然后他整个方向再回过来 所以现在 他会用同样的动作把车降回地面吗 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老话 小上去容易下来难 刚好 一败了 在挖掘机下降的过程中 重心会随着机身位置改变而变化 赵师傅需要通过精准操作维持机身的平衡 他将通过按键和踏板同时发出多项指令 赵师傅能够挑战成功吗 上坡容易下坡难 现在赵师傅已经 把车的一半 移出了水泥台 这个时候是比较比较关键的时候了 因为他的重心 包括赵师傅本人都已经在水泥台外面了 非常关键了 赵师傅人已经悬空了 只有两个后轮现在还在高台上 他现在完全只能依靠缠斗 来控制车辆的姿态 好的 蝉抖继续往远 端移 这个蝉抖真结实 因为这个时候蝉抖部位的受力是很大的 赵师傅需要移动蝉抖 来让机身获得更多的下降空间 平衡的掌握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最终赵师傅能够安全落地 挑战成功吗 关键现在赵师傅看不到 这个前轮的状态 就这个大轮子的状态他看不见 他就完全只能凭经验 他一定要调整那个蝉抖的位置了 对 三分三十秒 他得用蝉抖顶住自己 让自己慢慢地 变成功据一分钟 就不过来 一分钟 这是 变成功的 一分钟 变成功的 赵师傅 变成功的 变成功的 有点 而且 变成功的 变成功的 对 变成功的 变成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的秒表倒计时还剩下11秒 我们看到挑战者已经驾驶着他的挖掘机 平稳落地 一次挑战成功 赵师傅还是开着他的宝贝的挖掘机 赵师傅还是开着他的宝贝 您这个挖掘机一般用在什么时候 这台挖掘机叫步履式挖掘机 它可以通过45度的坡度 能在35度的坡度上作业 里面就用在抗震旧灾 向于设计复杂的环境下 就是普通挖掘机进不去的地方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挖掘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吗 因为我开这台挖掘机10年了 不断地成熟 我对它有了丰厚的感情 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好的兄弟 我的机器和设备如果没有人的驾驭 它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就像这台挖掘机如果没有赵蒋蒋 它是庞大的 但它也是冰冷的 但是因为有了赵蒋蒋 它就变得有了人情味 它变得可以勤奋地去工作 甚至可以完成去拯救生命的 这么重大的任务 所以在机器强大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的强大 而中国工人的强大 也一定会决定中国制造的强大 所以对于你今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的决定是 请赵蒋蒋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谢谢大家 机器再厉害 力量也是有限的 我们工人再平凡 力量也是无限的 把这两股静凝聚到一起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多谢敬礼 多谢敬礼 大葉 。